常喝什么可以降尿酸,防痛风,茶水和苏打水哪个更有效 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当话题转向健康时 李叔突然皱起了眉头,轻轻揉着自己的脚踝 他说道,每当天气变冷或吃了太多的海鲜 我的脚趾就像火烧一样疼,这不是个例 随住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饮食习惯的改变 痛风和高尿酸血症正悄然成为困扰中老年人群的一大公共健康问题 而这背后的元凶,尿酸,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谈论的热门话题 尿酸,这个我们体内代谢的副产品 当其水平超标时就会引发一系列问题 痛风只是冰山一角 那么,如何有效控制尿酸水平,预防痛风的发作呢? 常听说的方法有很多 而今天我们将探讨其中两种颇受欢迎的选择 茶水和苏打水 这两种饮品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但它们真的能帮助我们降低尿酸水平 远离痛风的困扰吗? 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一健康谜题 尿酸的奥秘不仅仅是痛风的罪魁祸首 尿酸,这个我们体内的废物产物 主要来源于票令的代谢 票令不仅是我们体内的一种化合物 也广泛存在于我们的日常饮食中 比如红肉、海鲜等 在正常情况下 尿酸通过肾脏排出体外 维持一种平衡状态 但是,当这个平衡被打破 尿酸便会在血液中积聚 形成高尿酸血症 进而可能引发痛风 尿酸水平的升高 往往与多种因素相关 包括遗传因素、肾脏排泄功能的减弱 饮食习惯等 特别是在现代社会 高票令食物的普遍消费 以及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 使得高尿酸血症成为一种 越来越普遍的健康问题 茶水自然的尿酸倾倒肤 茶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饮品 不仅仅是文化的象征 更蕴含着丰富的健康益处 研究显示 茶叶中的儿茶素类化合物 具有助于降低尿酸水平的潜力 儿茶素通过影响漂亮的代谢 减少尿酸的产生 同时也可能帮助增强肾脏排泄尿酸的能力 不同类型的茶叶 如绿茶、红茶、乌龙茶 其儿茶素的含量和种类有所不同 绿茶 淹其未经过发酵处理 保留了较多的天然儿茶素 可能是降低尿酸的一个良好选择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并非所有人都适合大量饮用绿茶 特定的健康状况 乳铁缺乏性贫血 可能需要适量控制绿茶的摄入 在考虑茶水作为日常饮品时 建议采取适度原则 合理的茶叶选择和适量的饮用 可以让茶水成为降低尿酸 预防痛风的辅助手段 同时也为日常生活增添一份清雅的乐趣 苏打水 尿酸的清道敷 苏打水 常被视为生活中的简单解壳饮料 实则对调节体内环境 特别是对尿酸水平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其主要成分碳酸氢钠为一种碱性物质 有助于中和血液的酸性 从而促进尿酸的排泄 在讨论苏打水对尿酸和痛风的影响时 关键在于其碱性特性 体内尿酸过高 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票令代谢异常 另一方面也与尿酸排泄不畅有关 碱性饮品如苏打水 理论上可通过改善肾脏排泄功能 帮助降低血尿酸水平 茶水vs苏打水 谁是降尿酸冠军 茶水尤其是绿茶 含有丰富的抗氧化物质而茶素 被认为有助于抗炎和降低血尿酸 然而茶叶中的票令含量不可忽视 过量饮用可能反而对高尿酸血症不利 相较之下 苏打水因其直接调节体内酸碱平衡的作用 可能在短期内更有效地促进尿酸排泄 但值得注意的是 长期大量饮用苏打水可能导致体内电解质失衡 影响健康 食用建议平衡饮用 个性化选择 在选择茶水和苏打水作为降尿酸手段时 应考虑个人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 苏打水可作为短期内快速调节尿酸水平的选择 而茶水则适合作为日常饮用的健康饮品 但需注意控制量